她是顺治的养女,康熙的飞温女友,六岁下嫁,十二岁完婚,二十二岁就离开了人世,她就是和硕柔家公主。 那么,和硕柔家公主与康熙帝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呢? 他们之间存在有怎样的情愫? 一起来看一下吧。 和硕柔家公主生于顺治九年1852五月,比康熙帝要大两岁,父亲是努尔哈赤的孙子安亲王月了。 顺治帝也是努尔哈赤的孙子,在位期间,顺治帝对自己这位堂兄大家重用,关系十分不错。 柔家公主在出生不久,便被接入了皇宫,是康熙的堂姐。 他们年龄相仿,一起被养育在宫中,只是儿时的伙伴而已。 和硕柔家公主在六岁的时候,为了安抚三藩之一的靖南王,她也没有摆脱成为政治牺牲品的命运,年仅六岁就下嫁给了。 靖南王耿仲明的孙子耿聚中,所以说,她与康熙根本不可能擦束爱的火花。 耿聚中因此被封为三等子和硕额父。 康熙二年十一月,和硕柔家公主与耿聚中完婚,十年十二岁。 不过,有一件事能够反映康熙与和硕柔家公主的关系。 康熙十二年,康熙帝曾经亲自看望身患重病的和硕柔家公主,并说,和硕柔家公主曾经世祖皇帝宫中抚养,后蒙太皇太后与朕一体聚遇。 新闻公主并善,朕将亲往世之,可以看得出,康熙帝与和硕柔家公主之间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。 作为政治工具的和硕柔家公主,婚后生活并不如意,于康熙十二年,1673相交易允,年仅二十二岁。